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自去年10月以來 澳洲的伊斯蘭恐懼事件急速大增 沙維森、薩伊特和SBS Examins分享了他們的故事 溫馨提示 有些聽眾可能會覺得以下內容令人不安 沙維森表示 施暴者劈頭就說 你支持那些穆斯林恐怖分子 施暴者推了他一下 然後就發生了肢體碰撞 今年7月初 沙維森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雪梨前和雅德雷德 他們參加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 並在澳洲外長黃英賢的辦公室外抗議 之後回到酒店大堂的時候 一名男子正在等著升降機 升降機門打開之後 那名男子走進來 當時他們6個都帶著巴勒斯坦的頭巾 也尾隨著他走進升降機裡面 沙維甚聲稱該名男子開始辱罵他們 並說情況最後已經變成暴力事件 那名男子打他其中一位女性朋友 臉上三拳 也扯下其中一位朋友的頭巾 並勒著他的頸 當時的情況非常混亂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那是一部很小的升降機 最終警方到場 該名男子被捕並被起訴 預計將會在今年 晚一點時候出庭受審 他們都很激動和感到很震驚 他們其中有些人事後在亞德雷德的街上走會很害怕 會有陰影 他們會擔心自己一個人出去 特別是如果他們是帶著頭巾的話 他們想大家受了不同的影響 而人是需要時間和空間來消化所發生的一切 因為這實在太令人震驚了 根據澳洲伊斯蘭恐懼症登記處的執行董事亞馬夫博士表示 類似沙維甚的經歷其實並不罕見 他表示自去年10月哈馬斯武裝分子攻擊以色列以來 澳洲仇視穆斯林的事件大幅增加 仇視伊斯蘭教源於種族歧視 是針對穆斯林或者被認為是穆斯林的表達方式 伊斯蘭恐懼症事件的報告增加了超過1300% 是一個很重大的增加 亞馬夫博士說 仇視伊斯蘭教的事件越來越個人化和嚴重 澳洲伊斯蘭恐懼登記處在過去一年收到749份舉報 但是亞馬夫博士表示 其實還有很多類型的事件都未被舉報 當被問到為什麼不舉報的時候 答案通常都是會有什麼分別呢 或者有人甚至其實已經向警方舉報了 但是警方無痛於衷 甚至這麼不幸的是有些穆斯林認為 這個就是在這裡作為穆斯林的代價 忍受這一切和要面對仇恨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地表達自己的信仰 他們希望大家知道 舉報是大家自身的權利 這是澳洲是不可接受的 大家不需要忍受這種情況 也不需要接受這種行為 薩爾特對他第一次聯絡登記處的經歷 仍然是溺溺在目 基督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天 有51人在清真紫租槍擊身亡 薩爾特在布里斯本當地的餐廳中受到驚嚇 有個男人不知從哪裡走出來走過來對他說 你們都應該被殺 你們的死都是罪有應得 他希望更多的穆斯林都會被槍殺 年僅21歲的薩爾特聽完之後很震驚 從那一刻開始 他決定要舉報每一次恐懼伊斯蘭教的經歷 無論是大件事還是小件事 去年澳洲公投當日 亦是10月7日一個星期後 薩爾特決定去投票中心工作 他說他在投票站門口工作的時候 一名男子走過來問他是不是穆斯林 他記得他只是看著他然後問 你說什麼話 他說是啊 你很喜歡殺人 你站在巴勒斯坦人那邊 你喜歡成為恐怖組織的一員 這名男子對他說了一些很奇怪的說話 而他記得當時他走開了 還有哭 因為他覺得很不舒服 他說他很震驚 在這樣的公開場所 竟然沒有人關心 或者為他挺身而出 而根據伊斯蘭恐懼登記處的資料顯示 旁觀者的舉報率大幅下說 他就鼓勵說 如果安全的話 請大家嘗試介入 或者只是跟施報者說繼續走他的路 或者是關心受害人 問問問你還好嗎 老實說 這麼簡單的事 就可以帶來很大的改變 然後大家就可以有勇氣去舉報 這個會是一個很有幫助的行為 我是劉依晴 以上內容由Olivia Diorio 創作 想收聽更多的節目內容 使用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Podcast應用程式 繼續收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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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